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 他的法律名词叫米兰达警告 为什么叫米兰达警告呢 米兰达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来 我们看看今天要讲的这张照片 左右各站了一个警察 中间那个跪在地上的双手被反靠的人就是米兰达 他是一个墨西哥裔的美国小伙子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3年 米兰达被捕了 我来把米兰达案简要的给你介绍一下 1963年3月初的一天 在亚利桑那州小石城 有一个17岁的电影院工作的女服务员 下了夜班之后呢 在等大巴 这时候米兰达的小伙子开着一辆车 开着他跟前 假装下车来问路 凑近了这小姑娘 然后掏出枪来凶向毕露 劫持了这个17岁的姑娘 劫持上车 然后拉到荒郊野外 强奸了 并且把他抛弃在荒野 随后这姑娘就报警了 然后一周之后 警察找到了米兰达 当时呢 警方拿了一大批墨西哥裔美国人嫌疑人的这些照片 让这个受害人来辨认 这个17岁的姑娘一眼就认出了米兰达 说就是他 他就是烧生灰 我都认识 然后就开始审问这个米兰达 在审问他的时候呢 两个警察 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就说这个受害人都已经认出你来了 你说你怎么办吧 米兰达 那我就招呗 于是写下了一份口供 然后当地检察院就起诉他 两项重罪 绑架罪和强奸罪 米兰达是个穷小子 没有钱请律师 所以法院给他指定了一个律师 一般来说 法院指定的律师 都不会是那种要价很高的金牌律师 可是给米兰达辩护的这个叫摩尔的律师 却非常专业 他在法庭上问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 他问警察 说你在获得这份口供之前 有没有告诉米兰达 他有沉默的权利 警察说没告诉 第二个问题 你在获得这份口供的时候 有没有告诉嫌疑人 他有请律师在场的权利 警方说也没有 OK 公民的这两项基本权利 你都没有告诉他 那么你获得的这份口供 我认为他没有法律效力 可是法官最后仍然采信了这份口供 判了米兰达20年到30年徒刑 于是他们上诉到亚利桑那州法院 然后上一级法院仍然判了他20年到30年的徒刑 因为法官说 公民的沉默权不适用于这种被警方逮捕的嫌疑人 所以这份口供是有法律效力的 那么他们继续上诉 把案子一直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那已经是1966年了 那一年联邦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 以5比4 就5票对4票 支持了米兰达 而没有支持亚利桑那州 他们的判决不是说米兰达无罪 而是说这个案子要发回重审 因为证据有问题 那么大家知道那是60年代的事情 60年代没有今天的什么DNA破案的技术 这个技术是80年代才用于刑事司法的 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到处都有监控探头 尤其在荒郊野外更没有监控探头 你想可以说什么证据都没有 这个案子唯一的证据就是那份口供 如果这份口供说他有问题了 那我们亚利桑那州拿什么东西来继续起诉这个家伙呢 实际上米兰达当时就就没事了 这个判例一出来 美国社会炸锅了 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 有一半的美国人是反对最高法院的这个判例的 他们认为这会放走坏蛋 反对声音最高的是警察和检察官 有警察就在媒体上面公开的说了 我们警察是要去靠住那些坏蛋来受审的 结果我们靠子还没掏出来 最高法院就先把我们靠上了 确实 自从有了这个判例之后 全美国的警察在抓坏蛋的时候 一定要预先告诉对方的两项基本权利 一个就是沉默权 一个就是请律师的权利 标准说法就是四句话 翻译各有不同 香港的翻法和我们的翻译略有不同 大致意思就是 第一 你有权保持沉默 第二 你现在说的话 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对你不利 第三 你有权请律师 第四 如果你没钱 法庭会给你指定律师 就这么几句话 每一个警察抓坏蛋的时候都得这么说 如果你不说 取得的所有口供都是无效的 这样一个规则就称之为米兰达警告 这个规则极大的束缚了警方破案 所以警察很不高兴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 越来越多的警察接受了这个 发自内心的接受了这个规则 因为他们深深的意识到 今天这些规则能保护这个犯罪嫌疑人 明天他也能保护我自己 再后来 全世界 只要是土同法系的国家 都引用了米兰达警告 比如说在香港的那个经费片 大家就能看到 你有权保持沉默 对吧 也能看到 这个判例成为了 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 争议最大的案例之一 当时投下最关键一票的是 首席大法官沃伦 沃伦在自己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 他就写到了 他说他在当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前 在基层的检察院工作过很长时间 他非常清楚 基层的警察和检察官们 为了起诉 为了完成任务 为了迅速破案 为了邀功勤赏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什么恐吓 威胁 刑讯 逼供 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他当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后 每年都会接到大量的 由刑讯逼供而产生的上诉 所以他心中 知道这个社会现状 他得改变它 沃伦大法官在判决里面 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 是这么说的 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和让公权力肆意作恶 这两件事情相比 后一件事的罪孽要大得多 所以他投下了这庄重的一票 支持了米兰达 他实际上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现在党中央号召的 把权力关进笼子 警察手上的权力可不得了 因为警察掌握着致命武器 如果这个权力不加于管束的话 其后果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在66年的时候 美国的最高法院 做出了这项判例 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 都在用这个米兰达警告 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样一张照片呢 我们国家又不是属于什么普通法系的 是因为就在前不久 有一个叫雷扬的小伙子 在北京一个派出所的抓嫖行动当中 死于非命 这个家属和全社会都提出了 很严重的质疑 而至今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令人幸福的解释 在这个最终的解释到来之前 我们却先看到了当事一方 就是那个派出所的警察 在CCTV上面对着全国人民自我辩解 这件事就让人特别纳闷 按道理说 出现严重争议的时候 不能听甲方 也不能听乙方 应该由第三方 一个公正客观的第三方来进行调查 应该听他的 对吧 而他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怎么能让甲方乙方 尤其是单方面的听乙方词呢 而且还放在央视上面对大家说 这符合基本的程序正义吗 我们讲到六十年代的米兰达的这个警告的时候 就是强调 在司法越来越先进 越来越文明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是对程序越来越看重的一个过程 而我们今天 比如说在雷洋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连起码的程序正义的规则 我们都不遵守 那么我们怎么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呢 好了 更多的照片 更多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